北教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北教镇隶属于佛山寺顺德区 全国千墙镇第六名 土地面积92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38万 GDP673亿 北教有13家上市企业 其中有两家是世界500强企业 美迪以及碧桂园 北教的发展速度可谓是相当的惊人 在房地亚市场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北教作为三龙王板块之一 拥有三地铁一层轨 分别是在建的广州地铁七号线延长段 佛山地铁三号线 还有即将动工的博山地铁十一号线 以及广州城轨 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广州地铁七号线的延长段 这条地铁线路直接在广州的大学城通道半驳 再到广州南站 然后来到北教 从北教新城到广州南站仅需七个站 这对于广州的部分购房群里来说 如果接受不了广州的高房价 那北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交通配套在顺德来说可以说是顶配 北教在产业方面 现在也从纯粹的基础加工板块 再往人工智能 无人机这些核心的板块转型 落地的美迪的库卡机器人 碧骨源机器人股 大江无人机等千亿产业集群 北教机器人板块在广东是排在第一的 代表了广东机器人的最高水准 教育方面配套有华师副小 华师副中 北教中心小学 北教中学 军南中学 碧骨源学校等等优质的教育资源 医疗配套有北教医院以及在建的非盈利性医院和优医院 还有多个商业艇 北教作为一个强产业强经济的区域 具有非常强的红锡效应 经济竞争力和人口的吸引力非常的强 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购买力 再加上广州的人口外溢 有产业 有配套 有人口 有未来 所以北教的房价也不算高 有的靠近地铁的就26,000 相比广州的4,000 那是不算高的 北教买房有条件的就首选北教新城 看到这里还不点赞吗 关注我 包站买房 为你导航